少扔点 多省点 别浪费 希望少扔点 除了回收 重用 最重要当然是鼓励源头减费 怎样才可以鼓励大家一起做到呢 计划中的垃圾收费将会促使大家 从源头减少制造垃圾 做好干净回收 那就可以少扔点 多省点 其实是怎样收费的呢 简单来说 拟定收费模式有两种 分别是按贷收费及按重量收入闸费 按贷收费就是用指定垃圾袋包妥费物材气质 适用于大部分住宅楼房 村屋 商铺 公共机构及部分工商业楼房 另一种是按重量收取入闸费 适用于部分工商业楼房 由私营费物收集商的非压缩型垃圾车 把垃圾直接送往堆平区或费物转运站 记得以上两种收费模式到时候就能正确付费 少扔点 多省点